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童年上学 几句的路 已变成了单图 那些童话 那些变化 最美还是那山楂红 我的城市 就在身边 陪着我们慢慢的 长大 青棍 想吃 但在暖窗 教训镜 黑的怀孕在暖窗 小脸不是抢 或者是两块遗忘 两口里 马鲁 变得越来越欢 海警们 笔巴们 听起空音 好像来了 黑的外遗人 过得重新车 发现不到黑粉 找回街坊 被一个导致委员 座座山啊 修在眼前 在记忆里 都不曾改变 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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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予发现不到黑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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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庆现在是无数人心中失于远方的象征打卡圣地 那有一个问题就要问大家了 如果让大家推荐一个你认为最值得打卡的地方 大家会推荐哪里啊 顺便左说了吗 顺便左说了吗 顺便左说了 金人山姐姐先来吧 我会推荐就是像夏浩这样的老街 因为夏浩现在是一个特别时期 它既有就是老城的那个人情味 也有翻新的那种都市感 那作为外地朋友 其实在图片上通过网络 可以看到像我们现在灯火归煌的夜景 但是原汁原味的一个老街风情 可能还没有见过 所以我觉得夏浩值得一去 新老结合的一个地方 对的 秦选女士很想说话了 我推荐一个 我觉得 推荐给外地的朋友们 一个打卡的好地方 江北机场 到那去打卡 江北机场 对 到我们重庆 先到那打卡 然后你其他想去哪打卡都行 想怎么打都行 这样不打人就可以 打卡的第一个地方 对 我想推荐的是 我的家乡实处土家族自治县 就是我们那个地方有吊脚楼 有非常多好吃和好玩 就是保存了土家族 最原始的一些东西 在那个地方 然后最特别的一点是 当重庆主城区 夏天有42度的时候 我们那里只有21度 好地属 地属胜地 黄水镇 对 黄水非常出名的一个地属胜地 欢迎大家一定要来 等你 尤其是夏天 好 你是还有想说的吗 对 我想推荐的就是南山 因为我来四年 来这四年呢 我觉得南山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特别是想要成为 网红的小姐姐们 就可以去那边的民宿啊 咖啡店啊 做一座拍拍照 感受一下那边的感觉 对 南山我们以前片子当中 也提到过 确实是一个 有很多景点 可以去欣赏的地方 她内心其实更想说的是 网红姐姐 怎么接不住了呢 她内心更想说的是 要为她的家乡 大朋友 顺便呢 也希望重庆的朋友 来来来 清道好不好 我也看不出清道 好了 大家都各自推荐了 自己心目中的地方 下面呢 我要带你们去看个地方 快是一处 新济网红打卡地 这个推荐的理由嘛 就在片子里 就是台中 实验非常好 然后呢 可以 就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 就当做了一个 重庆最佳的这个 这个是关机品牌来看 不要问这个地方 究竟有多火 前不久 蝉联2016 2017年 全球百大DJ 第一名的 马丁盖瑞斯 也慕名而来 这个河南小伙子 拍了一张打卡照 在社交网站上 有近百万粉丝点赞 只有重庆才有 怎样的经过了 西来地区的话 重庆是规模的 初次非常转规 非常转喊 对 成都人说的话 刚才的这个地方呢 位置很高 视野非常的开阔 确实是一个 拍照的好地方 那么现在 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 位于重庆的哪里 我们还是有四个答案 让大家选择 A 解放飞 B 环球金融中心 B 江北嘴国金 国金中心 C 英利国金中心 B 解放飞 威斯汀酒店 好 大家都亮出了 题板是 A B 地 那正确的答案 到底是什么呢 谁答的 大家继续往下看 你们离大奖 又远了一步 重庆也晋升为 新进网红的一个 目的地的一个城市 然后威斯汀呢 这边的话 也是踏上了 这个网红的列车 酒店的53楼 然后这个点呢 是一个全玻璃的观景平台吧 然后的话 这边的话 特点就是 上面是透明的泳池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 地边这边呢 就是又是可以看到下面 晚上它就像一个 蓝的一个盒子一样 玻璃的盒子一样 地处解放碑 金融商务界中段 威斯汀 有三处人们喜爱的打卡地 51楼 52楼之间的木楼梯 53楼的全玻璃观景平台 和54楼的无边际泳池 别只想着去打卡 问题来了 这么富有想象力的 高空游泳池 离地有多高呢 真的是惊喜不断 这样的打卡地 也体现了重庆 现代时尚的一面 那其实刚才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已经出来了 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威斯汀 对 威斯汀 正确答案是D 所以大家请加减分 浩然你们怎么会选A呢 冲动了 冲动了 不是 你们的基础比较好啊 比让一下 比让一下 九九是对冲动最好一点 好了 你们两组加一分 你们一组减一分 谢谢 好的 我们趁热打铁 我们继续来打铁 这个解放杯 VC54楼的无边际游泳池 它离地有多高 也是有四个选项 A 220米 B是250米 C 280米 D是305米 快速写下你们认为 正确的答案 我们要亮提板了 这个体有点疑惑性 好像都差不多 打好了吗 不够了 秦选你还在犹豫吗 对 我还在算数 算一下这个想象楼 你怎么算的 给我们说一下你怎么怎么想的 哎 哎 哎 我们不一样啊 都一样了 都一样了 其实也一样了 那说一下你们选的理由吧 都一样 那就哪一个代表 说一下 请确定说一下 为什么 不是猜的吧 54楼 我们就算就是 大概是 5米左右的一个楼层 其实这一层楼 我没去过 我是去的第40多楼的那层 然后大概想了一下 它这个楼间距 然后乘以54的话 你是去过这儿吗 对 然后也是凭记忆 大概我想的话 算出来是260多 就选了一个 稍微接近的数字 接近一点的数字 280 大家的答案都是C 那到底正不正确呢 我们还是来看大屏幕 好 好 可以做吧 你再做吧 你再做吧 准备了三二五 准备好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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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嵩 三嵩 再往你桌边坐一点 再往你桌边坐一点 好了好了 好了 来 应该是离地面在250米左右 我们的高空泳池 用透明的亚克力做的 然后的话你可以看到下面 包括游到外面一点的话 可以看到250米下面的街道 我不建议有孔高正的游客们来这边 就是说露水 但是可以在这里拍照 它的无边境泳池 它在游西洋的时候 正好是对着那个太阳的位置 所以日落的时候拍过来非常漂亮 然后可以拍剪影 可以拍立光的一些效果 然后它整个泳池是悬空的 悬空200多米很高 它会有一个 四周又是透明的 悬空加透明 就本身有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震撼 根据摄影师的经验 这个季节傍晚7点到7点半左右 是拍照的最佳时期 这段时间如果天气晴好 慢慢下着那夕阳 映沉着背后城市建筑群出上的滑灯 那是美得极其有辨识度 怎么样 看了篇子 都错了 答案就清楚了 是因为250这个数字 对 这个自己就成了 这个250这个数字 跟威斯汀的气质不大相符 就很任性的一个数字 太任性了吧 要淘气 任性它就很傲娇 这个威斯汀傲娇的地方 答案选B 所以呢对不起了 大家非常遗憾 对 拿下一个娃娃 你们也有这样的试图 其实这个 我们也有这样的试图 下次真的不能穿旗袍 我觉得 是因为穿旗袍的原因吗 我的注意力完全不在提上 还有后半场 还有后半场 其实这个泳池的设计呢 还是比较有趣 而且是很有想象力的 虽然这个数字 大家有点忌讳 但泳池还是很肯定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网上的网友发来的评论 网友曾经也是一名新闻记者 说打卡 他是刚才针对我们刚才那个问题 推荐一个打卡地 他打卡当然要去朝天门呀 朝天门自古以来就是 接圣旨朝拜天子的地方 也是重庆的代表 然后游客975752说 要说打卡 其实这里是重庆 也是不错的地方哦 每晚8点来海浅 对 好的 谢谢网友们发来的评论 我们这个课间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来 耳鼻喉疾病看转客 周明耳鼻喉专客意义 地铁石桥破绽 没意见就散会 腰背疼透 快抹福他林 轻轻抹一抹 加快渗透 直击吐元 加速缓解 去透快用福他林 5月26日 红星梅卡龙 茶颜商场完美开业 满3000-500再抽大免单 冰箱邮卡 iPhone探等百万毫利 开业狂送 夜间电视一元换购 家具大牌一元起购 就在红星梅卡龙 茶颜商场 宝宝与生具有强大小宇宙 爱他美 突破性浊粹配方 帮助满足宝宝 天生营养所需 宝宝尽行探索 绽放小宇宙 爱他美 您好 请您稍等 谢谢 再见 闻名接打电话 从我坐起 老奶奶 您这里来坐 热情让座是一种美德 当果粒和酸奶相遇 发生了一点小感觉 有点酸 有点甜 果粒优酸乳 我要我的滋味 喝过你就知道 不怕 不怕染发掉色 要练出绣发能量 用三分钟起劲护发素 ProV炫彩配方 护发更护色 练出能量 持久炫亮 攀停三分钟护发系列 雅士兰黛 肌肤稳定 不闹小情绪 肌底微精华 更微更细 更深修复 肌肤稳定 直达肌底 搜一下 肌底健康 水弄烹残 肌底微精华 雅士兰黛 集全城之力 书写城市摆出全书 这里是重庆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今天三峡博物馆 新开幕了一个展览 回望百年 大族时刻历史影像展 这次展览 一共展出了200多幅 20世纪30年代 到60年代的老照片 还有实质文物 70年代的老影像 让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 大族时刻的前世今生 那接下来这道题 就跟大族时刻的历史有关了 请听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 第一个来大族时刻参观 游览的外国人是谁 A 石川一城 B 斯托尔特 C 巴尔贝蒂里玛丽 来给出你们的选择吧 我还以为是包贝尔的 这几个人你们认识不 大概有点意味 你有印象 大概有点 对谁有印象 斯托尔特 斯托尔特 有一点印象 估计这道题还是很有难度 大概是这样的 那就随便写一个吧 不会吧 今天真商量好的吗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一样 怎么回事啊 我们送来一点就一样的答案 好 都选的B 那这个是不是正确呢 我们来看看当年大族石客研究院的老员工是怎么说的 1978年 受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指引 当时的大族文管所 在注重石窟保护的前提下 提出了16次工作目标 加强宣传 以内促外 争取开放 走向世界 1980年2月20日 经重庆市外办和大族县政府筹备 当时受聘于四川外语学院的加拿大语言学家 斯托尔特与夫人来到保顶 当斯托尔特看到大伯班石客群时 他曾惊呼 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框 第一次接触外国人 因为这个刚刚在宣传的时候 都要提这个大族石给争取队外开放 所以刚刚来我们对一些来参观的外国人 外兵 这个还是相当沉重的 一个是发生安全 你帮他讲钱 当这个大事情来办 当一个大事情来办 一个多月后 1980年4月5日 同样受聘于四川外语学院的 日本语言学家石川一成到访 回国后 四川一成在独卖新闻上发表 长江流域中国最大的石佛群 专门推荐大族石客 1980年9月 四川省政府在文件中正式提示 同意大族石客作为已开放的重新的景点 从此 大族石客的大门正式打开 迎接八方来客 又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那正确的答案是 加拿大人斯托尔特选B 今天大家的第六感 真是爆发了 其实这个我们也不是猜的 我记得是我那有一年 带外地同学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有看到过这个资料 有一点印象是吧 对我记得是四个字 然后我再一读 好像B答案 你的语感就来了 接近这个对 靠语感来做提 对你是有印象 但他们俩 蒙的 这两个 我们在大族石客参观的时候 对这个事情也有那么一点点印象 对 对对对 所以你看到过这 你当时觉得没有什么用 但实际上 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 他可能就给你提供了很有用的线 所以知识储备就这样来的 对对 而这个 还会说了 90后 真虚一点 而这个石川一城呢 是到访大族石客的第一个日本友人 他38年前就开始在当时的独卖新闻上 推荐大族石客了 大族石客能有今天的地位和知名度 也是离不开这些外国友人的努力的 所以也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 好 下面我们要离开大族了 我们要用这双大族走得更远一些 要到凤杰去看一看 具体的说就是凤杰的白地城 呀呀 想要那首诗 我的老家 想要那首诗 来 迎诗 朝死白地 蔡云 天哪好大 一千里将临 一日还 两岸人生 提不住 原生在哪里 原生 情 一起来啊 青州已过 万成山 生情并茂啊 这诗诗的名字叫什么 朝发白地城 早发白地城 哎呀 幸亏我们 知识 对 江陵你是哪里吗 你还要追加什么问题 江陵 知道江陵是哪里 江陵是哪里 徒丁哥哥是凤杰人 他一定知道 江陵是湖北的 江陵是湖北的 应该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 荆州 江陵是荆州 这个我倒是长知识点了哈 嗯 那除了刚才的那首诗 白地城还有什么故事呢 应该会和齐城吧 老实我来说吧 因为我是凤杰人 你是凤杰人 对 来说说夸夸自己的家乡 白地城真是一个 我马上以原形容的地方 省略号 但是我如果 就是一提到白地城 让我最先想起的一个事情就是 我父亲是以前开照相馆的 然后在湖北的 这个宜昌那个地方 开了一家照相馆 就叫白地城照相馆 然后 声音好吗 我们全家的生计 加上我自己上大学 全是靠那个照相馆 然后来维系 那声音还可以 主要是因为有这个 白地城这个招牌是不是 对 所以我感谢白地城 也感谢我的父母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对 好有缘 特别的美 特别的美 他是拍了多少张照片 还是才提供了那天晚上高考前 去住宾馆的钱呢 哇 你记录好好 我真的故事已经翻出来了 所以胡丁现在是摄影师 可能也是跟这个家传 对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 回来之后 我都会在照相馆里 帮我的父亲给客人拍照片 所以我的一些摄影的基本功是 那会儿 我的父亲传授给我的 感谢父亲 感谢白地城 对 其实很冷静地说 我觉得这个时代 应该最感谢的 就是会拍照的人 因为他帮我们 记录下了这个历史 和这个顺序 你是想要照片吗 是的 徒弟哥哥 我们继续说白地城 刚才大家说了有诗 还有这个徒弟的故事 其实说起白地城最有名 最伤感的故事 莫过于留被脱孤了 来看片子 箴牙 �えiu 你 Perché 落地 和骨灯 善保龙体 以赴天下之望 据三国志记载 刘备在与东吴的大战失败后并威 将诸葛亮招到白帝城 托付后世 奉劫白帝城 山顶的托孤堂按原住 还原了这一场景 刘备并卧榻上 诸葛亮和赵云站立榻旁 周围还有部分文臣武将 而刘备的两个儿子 就跪在了并榻跟前 大家看过这个版本的三国演义没有啊 他们俩没看过 但是你们一定听说 听过那个片尾曲吧 片尾曲 来两句 女版的吗 杨洪秀老师唱的 这个歌大家都是非常有感悟的 我们看了刚才的片子 问题也来了 这个奉劫白帝城的托孤堂 跪在地上的是刘备的 哪两个儿子 同样呢 有四个选项 A 刘勇和刘李 B 刘缠和刘勇 C 刘缠和刘李 B 刘勇和刘峰 可以给大家一点提示 刘备呢 其实是有四个儿子的 大儿子呢 就是我们熟悉的刘缠 也就是阿斗 二儿子呢 叫刘勇 三儿子呢 叫刘李 还有一个杨子 叫刘峰 那会在刘备堂里的 到底是哪两位呢 如果说我今天的这个成价 对的是当年的历史老师 都选的一样的呀 真的感情 对啊 我觉得大家脑回路都是一样的耶 我一定要澄清一件事情 我们没看 我们节目是直播 然后我们在上节目之前 我们一直在吃东西 根本不知道底 不知道底 是 那大家又出奇的一致 那这个B选项是不对的呢 我们还是来揭晓正确答案 大家可以看到地上跪着的两个小孩 一个是刘勇 一个是刘李 那刘备托姑 大家肯定首先想到 就是托的是刘善 他也只阿斗 对不对 其实呢 因为古时候啊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叫做皇帝御家亲征 太子必须留守 精诚以防不测 可以随时登基 主持朝政 所以说刘备托姑 确确实实托的是刘善 但是在这里呢 树项里 确实没有刘善的 错了吧 诶 错了吧 所以这个刚才听懂 党友小哥哥的意思了嘛 刘备托姑 托父的是太子 那个字念什么 刘善 刘善 那我念错了 对不起 是刘善的事 但是刘善是不在眼前的 那托姑堂里 跪着的是刘善的两个弟弟 叫刘勇和刘李 所以这个正确的答案是 A 对不起 你还对得起以前的老师吗 对 不好意思 对不起 老师没讲这一事了 没讲这一事了 其实这个传统 到现在还是在沿用的 比如说现在的英国王室 它两位皇位继承人 是不能同时乘坐一架飞机的 也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明白 长知识 长知识 有长知识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这里是重庆正在直播 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可以进入 我们在电影APP的互动专区 同步答题 那每天呢 是有10名的场外观众 可以获得由 盛名世贸环球城 提供的价值 120元的欢乐刺卡 好 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 网友的评论吧 当果粒和酸奶相遇 发生了一点小感觉 有点酸 有点甜 果粒又酸乳 我要我的滋味 喝过你就知道 雅思兰黛 肌肤稳定 不闹小情绪 肌底微精华 更微更细 更深胸腹 肌肤稳定 直达肌底 搜一下 肌底健康 水弄烹淡 肌底微精华 雅思兰黛 宝宝与生具有 强大小宇宙 爱他美 突破性 灼粹配方 帮助满足宝宝 天生营养所需 宝宝尽情探索 绽放小宇宙 爱他美 我今天是自己逛马路的 空气中的脏东西 时刻威胁孩子的健康 舒夫家 12小时长效益军 更有新生级底宝腹Pro 妈妈跟着我 放手更放心 舒夫家 蚊子四孕 有超微贝贝剑 电门商业定时开 饮食官 智能驱杀 让蚊子无处可逃 宝贝安睡 妈妈安心 超微贝贝剑 我今天是自己逛马路的 空气中的脏东西 时刻威胁孩子的健康 舒夫家 12小时长效益军 更有新生级底宝腹Pro 妈妈跟着我 放手更放心 舒夫家 太四洗衣凝珠 八倍洁净 护衣 护色 洁净三合一 一颗 静显风格 雅诗兰带 Double Wear 持妆粉底液 油皮轻妈 抗油抗汗 整天持妆 高度遮瑕 毛孔瑕疵 瞬间隐形 整天持妆无瑕 雅诗兰带 持妆粉底液 好的 欢迎回来 这里是重庆 正在直播 好 我们要说一说 这个网友发来的评论了 网友非二不正说 每晚来 这里是重庆打卡 Yes, you're daily 欢迎你 热情网友 八人建议 到重庆城口大巴山 雨闪借梁 打卡 北望陕西大山 连绵起湖壮观 向南眺望四川 重庆地区 群山连绵不绝 雄伟壮观 网友赖美也说了 这个节目的利益很不错 作为重庆人 很希望能有更多 类似节目推出 让世界认识重庆 不过希望能有一个 更高水平的推广节目 像这个中央台 推出的国宝专辑 如果国宝会说话那样 满足本地人和外地人 更详尽地了解 重庆的需求 这个意见非常的重看 这个下面这个网友 我一定要念一下 热心网友 曾经也是一名新闻记者 他非常的活跃 他在互动中说 白地城的故事 在于旁边 宝塔坪的一斗门 曾游览的时候 还作诗一首 叫魁府孤城 落日霞 星点灯火上瑜伽 一斗城门续旧事 新老三峡浪淘沙 白地脱孤七千古 忠义悲壮刘划下 高歌一曲大将去 日夜乾坤走天涯 事实必须要有掌声 而且他到了凤杰的话 他的诗意大起 因为凤杰还有一个名字 叫诗长 好像杜甫呀 白居玉呀 好像他都去过 而且都留下了很多千古明天 所以为这位新闻记者 鼓掌 真是一位有才的新闻记者 浩然哥 你也是吧 加油 加油 我比他还差得远 因为从他的这个才华来分析 因为是从他的名字 曾经是一位新闻工作者 应该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 我猜的话 写得非常好 让我们 好 记下了 好 我们要说前两天 我们才过了一个非常难忘 非常浪漫的日子 大家说是哪一天呀 有两天 哪两天 520和521 都是我爱你的意思 我爱药 你 521 521就是 我爱你呀 我爱你爱你呀 520呢 那我只过了520 还没有过521呢 520不是没说 那当名言不上 其实在520的前一天 在五龙区土地乡 天圣村的西牛古寨 也是举行了一场 盛大又浪漫的 土家族婚礼 有20对新人 又不是你 有20对新人 在那里共结连礼 那我们赶紧跟记者 去现场 沾沾喜气吧 西牛古寨四面环山 整个村寨如银者 藏在峡谷密林之内 寨中 清一色的土家吊脚楼 依山而建 翘脚飞檐间 修竹眼映 如同世外桃源 清晨雨后 云雾缭绕 在这里 跟心爱的人 情定终生 再浪漫不过 我们土家族婚礼文化 有很多 西牛古寨有十项婚礼流程 有我们的新人入华堂 还有枯架 然后有母亲为女儿梳头发 接下来还有新人挑盖头 有我们的戴花领 还有我们的结发领 以及新人的三拜之领 还有坐床 以及执手之领 和新人入洞房十项 有人说 生活需要仪式感 就像平凡的日常里 需要一束光 结发 带花 叩首拜堂 用土家族最传统的习俗 结下情境之好 相信 经历这一切的新人 在若干年后 即使要经历 柴米油盐里的 鸡毛蒜皮 和磕磕盼盼 想起这样一束光 也会心怀暖意 大家都是带着笑意看完的 这个地方美 婚礼也很浪漫 不过接下来班主任 要来破坏一下情调了 因为答题的时间到了 提到了 刚才的短片里 五轮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提到了一个词 叫坐床 我们的问题 床 问题就是坐床 这项婚俗是怎么进行的 有什么寓意在里面 大家不妨 这个思考一下 开放性的题目 这是不是一道选择题 这是一道主观题 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 唱首预言 群生一定会的 因为这是他们当地的习俗 土家族的 他要是答不上来 看你的样子好像 你的自私储备呢 这个解释我是答不上 你还能无话题 你来了来了 来了 他就是啊 不要找写题碗 写题碗 是回答就还了 我建议 最好写嘛 最好写 是写题碗 你们都写好了 怎么进行的 先不要别人看的 藏起来 好 我看看那个浩然 你们这一组写的事 先不要写 因为他们还在写 还在写 戒背心真重 以前套然哥真实一点没有 他们居然答对了 今天居然是这个 原来是没有节奏关 所以对这一块来 不一定非常了解 真实 真实 来了 好 从你开始啊 好 同男同女坐床 寓意是 寓意早生贵子 好 看看今天上次的 小孩坐床 早生贵子 好 我们也是 哇 哇 不是吗 我还说期待一点 不一样的答案呢 今晚都是我们土家族的人 都是土家族 欢迎你们 其实这个 早生贵子 有的地方风俗不一样 有的是放枣 花生 然后柜圆 莲子 但是他既然已经说了 坐床 那一定就是跟人有关的 因为我知道 还有的地方坐床 是小孩子坐床 所以我 这是你们那边的风俗啊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到 是这个土家族的风俗 那到底跟你们说的 是不是 重合呢 有精神的巧合吗 我们一起来揭晓正确答案 三 三 二 一 成 加油 谁先坐到床上 谁就先当家做主 感觉秦轩刚才有一点 太康了 幻然乍目的感觉 就是 呃 但是来的有点晚 我觉得这个应该叫做 抢床才对 嗯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的 应该叫做 今天我们都是土家族 我们都是土家族啊 哈哈 哈哈 但是我没有结婚嘛 对不对 没有这样子 我是 好倾强 大家可能都把这个床 想成这个真正的床 对啊 具象的床 它其实就是象征性的 用板凳给代替了一下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新人要抢先奔入洞房 正坐到床上 谁先坐到床上 谁就能够当家做主 嗯 对 其实说的 要抢床好像更贴切 新娘都抢不过新郎吧 新郎都有数不会做的 新郎会让 你觉得你真的会去抢淫吗 这怎么抢 你心里没点数吗 你这个担心是 没有道理的 心里 那 其实 啊 你是土家族的是不是 对 再跟我们说说土家族 现在 你周围接触到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习俗呀 我接触到有是有的 但是因为平时学习忙嘛 所以就没接触参加 所以 但是我从小就知道 就刚刚说的那个 哭架 哭架 我当时小 我小时候我就在想说 结婚应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怎么能够哭呢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 他的哭是表达对于家人 特别是妈妈的这种养育之恩的感谢 养了这么多年 女儿要离开家 不舍 对特别不舍 所以就用眼泪来代表感恩 哭架 哦 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办法 对 其实我们还说到刚才那个抢床 刚才 图丁就非常担心一个问题 说现在新娘肯定是抢不应新郎的呀 的确 这个婚俗形成之初呢 新郎们往往也是不甘示弱呀 会使劲 将新娘挤出床外 抢回自己当家座主的权利 真抢呢 但是传承到现在 像刚刚建山说的 男士们基本上都能够发扬重庆 趴耳朵的优良传统 主动落败 心甘情愿的将当家权交给妻子 这个习俗它原本的意义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作用就是 增添一点喜庆和热闹 是不是 对 其实说到婚俗啊 刚才那个秦宣说到了土家族的枯架 那大家还有没有关于其他民族 或者其他地方一些特殊的这个婚俗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 他们男士很喜欢的就是摩梭族的走婚 摩梭族走婚 对 就是好像是 比如说这家有女孩子 那他晚上的时候 就如果这是未婚的 他就会把窗户打开 那么这个男的就会从窗户外面 有一个楼梯可以爬上去 但如果说这个男的一旦进去了的话 他就会把自己的一个包 或者自己的一个帽子 就代表男性的一个物件 挂在窗户上 那么再有其他的人看到 就不能够再进这间屋子了 他是一个母 现在还是保持这个母性世子的 对对对 但特别好玩 对 这些都是些仪式 但我的搭档雅玉小姐姐家的这个 结婚的仪式 那就可不同了 谢谢您 来 女将上 虽然我没吃过猪肉 但我也见过猪跑 你也快吃了 你也想钱了 是这样的 我们那边就是 他会有昏床嘛 都是红扑扑的 然后他会在被子下面压着这个 花生啊 莲子啊 莲子啊 莲子 对 然后还会放那个硬币 硬币的寓意就是多财 哦 这是钱嘛 招财的 但他今天在微信上跟我说的不一样了 还没说完 还没说完 抢条 还笑 对然后我们还必须要吃饺子 北方要吃饺子 吃饺子是意义什么 意义不太清楚 就是一对新人嘛 他会用一个线吊在这上面 然后这个饺子就两人一起去吃饺子 就两人一起去吃饺子 吃苹果也是这样 对 我们重庆人不管过什么节日 不管做什么事 只要开心不开心 就是吃火锅 饭来自青岛 他是不一样了 不管什么事 吃饺子 对各地的风俗呢 其实主要都是要给新人一个特别好的寓意 希望他们能够天长地久 结婚之后生活美满幸福 有甜甜蜜蜜啊 哎大家刚刚说了这么多 我估计 是不是肚子有点疯了 哈哈哈哈 而且这会儿刚好是可以上夜宵了 是不是 老师有惊喜吗 哎呀呀 都收到新坎上了 不会有的 最后一天应该有的 最后的天到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哇 现在哇 听起哇声音乐圈嘛 现在 有请我们的现场导演来上道具 现在入场了 入场的第一位 是 谢谢老师 孝丽哥哥 先来看看不啥呀 可以接开吗 谢谢我们的现场导演辛苦了 这是真的吗 这个是 这是真的吗 闻到什么了 肉的味道 肉的味道 可以接开吗 当然 这是给你们吃的呀 可以吃的教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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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尝一口 他这个包子里面有包东西吗 包子里面当然有包的东西了 包什么硬币吃到硬币 然后就吃到就这样分了 还是跟你结婚联在一起是不是 还没有唱歌 我想问一下 观众朋友们的心情 看着我们吃是什么样的体验 但是羡慕即不恨的 别说观众朋友我都看不下去了 好香啊 我看你们有三个包子是不是 上面的是老师的 老师请 好好好 我也尝一下这个包子 老师我真我真动手啊 我们先喝汤吧 要动口 不动手要动口 这个违反课堂纪律吗 这汤有点怪怪 我们这个是个开放的课堂 是个随意的课堂 那第二天 第二天的观众有点熬不住了 对 那如果你们看得非常羡慕的话 那就赶紧报名 在第一眼AP上报名 来到我们的现场 你看我们有的吃有的玩 还有的学这样的课堂 可以 我不知道 好了我不要光说话了 我不要光说话了 就是酱肉的好好吃 还没有吃饭的观众 好 能不能给一个特写 你看 其实还是温热的 是 这个包子呢是我们的编导 专门从北贝 给我们打包 打回来丢 辛苦了 谢谢 谢谢编导太体贴了 有故事吧 为什么从那么远的地方 当然有故事 你先说这个好不好吃 好吃 特别好吃 开心到肥脐 肥瘦特别 酱肉吧 这个汤好好喝 汤好喝 刚才浩仁说的 好吃的包子 好喝的汤里边 肯定是有故事的 来来来 我们边吃 有硬并吗 我还在找硬并吗 我们边吃边看片子啊 北贝双百之路 这家名为奸善的餐厅 看着名不见经传 其实大有来头 它1940年 由爱国实业家卢作福创办 店名源自孟子 取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善天下之矣 老店在开业之初 就广受欢迎 老舍 郭沫若 冯玉祥 孙科等社会名流经常出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 邓小平 贺龙 刘伯成等 也曾在该店进餐 说起来 尖善是历史上 名副其实的网红餐厅 尖善餐厅有三绝 汤 包 面 相传当年老舍先生 住北贝时 妻子胡杰青 经常到餐厅买尖善汤 汤里那口酸辣味 是那个时期老舍的一大心头好 当年的网红餐厅 诸多历史迷人的心头好 不过 这个东西 问题来了 这个东西也不是白吃的 问题来了 刚才说的这个尖善三绝 汤 包子和面 它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老师 没有选项 大家自己猜 这是编导哥哥买的 这关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写区间吗 有一个范围吗 这样吧 我们正负三块钱都算对 好不好 正负三块钱就三样 一个包子一碗面 一碗汤 一个包子一碗汤 真的是好名声的一个问题 和面 今天是没有面 包子和汤 你们要根据自己的口味 看刚才觉得 这个口味 该多少钱 该值多少钱 好 不要吃了 先把皮拿了来 这个包子是你们的 没有人跟你们抢 好 好 我们赶紧写皮板 大概是多少钱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宽松了 正负三块钱 都算对 正负三块钱 十六 好 请亮皮板 十六 其里头一个小算盘 算一下 三样东西卖多少钱 比较合适呢 根据这口味的 浩然足量的是三十五 对 有钱人的价格 好 我们再看看尖山 估计你们 这个是 您是平民价格吗 合计的价格 还是分别多少钱 合计 三样东西合在一起 合计 没算 好 我们看你们是 五五三 十三 十三块钱 好 这个比较亲民感觉 三十五 你们 十五块钱 是吧 好 我们答案终于不一样了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是什么 VCR 揭晓答案 三块揭上包 然后一个 揭上面 一碗是八块 然后揭上汤 一盅是四块 所以说它的套餐的 整整体价格是十五元 十五 你咋想 哇 两个九零后 老师 你们的知识准备好高 我们是老花抵御的信息 老师 镜头镜头 一定要过来 就是十五块钱 真的是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刚刚好 对 看来这个包子是吃对了的 好 那你们的十三分 十三块钱也算 因为刚才我说了 正负三块钱 正负三块 那我们就差一点 你们就不对了 来来来 我们把娃娃加上 太便宜了 你得做清楚 再给大家留一点时间 吃包子 我们进入广告 广告之后再回来 没意见就散会 腰背疼透 快抹福他林 轻轻抹一抹 加快渗透 直击透源 加速缓解 去透快用福他林 雅士兰带Double Wear 持装粉底液 油皮青妈 抗油抗汗 整天持装 高度遮瑕 毛孔瑕疵 瞬间应行 整天持装无瑕 雅士兰带持装粉底液 加世博 精心为你酿造更好啤酒 让人们的距离更近 也让进球庆祝更加尽兴 加世博 加你更精彩 5月26日 红星梅卡龙 长沿商场完美开业 满3000-500 再抽大免单 冰箱油卡 iPhoneX等百万毫利 开业狂送 夜间电视一元换购 家具大牌 一元起告 就在红星梅卡龙查研商场 我今天是自己逛马路的 空气中的脏东西 时刻威胁孩子的健康 舒夫家 12小时长效益军 更有新升级迪宝夫Pro 妈妈跟着我 放手更放心 舒夫家 当果粒和酸奶相遇 发生了一点小感觉 有点酸 有点甜 有点甜 酸乳 我要我的滋味 喝过你就知道 什么时候 星期六 什么时候 星期六 超级星期六 回家正当时 所有直播频道免费开放中 重庆有限 超级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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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里是重庆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直播 那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将产生明星学员送出神秘大奖 那下面呢 我们将进入本周的终极PK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来统计一下各组的得分情况 秦轩这一组是今天得了四个娃娃28分 图丁 掌声哈 天山这一组是22分 好厉害 弘历和浩然是25分 很明显 今天获胜的这一组就是秦轩 我不怎么开心 95号 但是我们不怎么开心 为什么不怎么开心 是亲同学 因为我们俩同窗四年 有点太残忍了 今天在这个地方临近毕业啊 天哪 我们就喜欢看这种戏 你们要握手言和吧 我们就喜欢看这种戏 我们要开戏了哈 这个公斗吧 公斗戏 我们一周的周冠斤只有一个人 那么就意味着在你们两人之间呢 还会有一场终极PK 那明星学员终极大奖 到底会是秦轩呢 还是亚裕呢 我们一提定胜负 来抢答 好像亚裕没有抢答器 来 旁边借一个 谢谢 哎 我要 没地儿 你们只有一次机会进行抢答 抢到的这个学员答题 答对了 大奖就归你 但是如果答错了 大奖就拱手送给你的对手 好紧张 好紧张 这是直播啊 所以讲的之前呢 一定要慎重要手快哈 好了 下面 一道题对不对 只有一道题 一题并胜负 所以要集中精神 看我说的什么题 我要揭示你 评面了 请听题 抗战时期 中国空军有四大金刚 以身殉国 请问 其中哪一位 是为了保卫重庆的长空而牺牲的 A 乐以琴 B 刘翠刚 C 梁天成 D 高智航 请抢答 霸气 没有 我一个外敌人 想让了吗 我知道 我就轻抢 我让雅玉来 还是 真的答不对 老师以我的知识储备 答不出来吗 我选C 梁天成 好 你选的是C 那个秦先生 你觉得他答对了没有 我 有点印象 因为我们重大有篇 稿件叫做 请铭记 吴重庆 那个时候他里边写的有 这是重庆之蛙嘛 所以我们重庆的第一座 机场是那个 广阳岛机场 我印象当中 感觉是刘翠刚 那你的刘翠刚 你的答案是刘翠刚 你的答案是梁天成 我这个不做参考吧 我答案 他已经答了 我答了 我输了就是你答 那到底雅玉的这个C的答案 好紧张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广告之后 好准备 好准备 肌底微精华 更微更细 更深熟 肌肤稳定 直达肌 搜一下 肌底健康 水弄烹弹 肌底微精华 雅士兰黛 5月26日 舒服家 老公要看体育赛事 爸妈要看天天630 我想看芒果专区 一家人不同需求 怎麼辦 我們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 別擔心 8倍捷径 裤衣 裤色 捷径三合一 一顆 靜险風格 我今天是自己逛馬路的 空氣中的髒東西 時刻威脅孩子的健康 舒服家 12小時長效益軍 更有新升級迪寶夫Pro 媽媽跟著我 放手更放心 舒服家 去男人打車 好的 歡迎回來 這裡是重慶 我們的終極PK問題 是抗戰時期 中國空軍有四大金剛 以身殉國請問 其中哪一位是為了保衛 重慶的長空而犧牲的 雅裔的答案是選擇C 梁天成 你蒙的還是 他的知識儲備 好 我們來揭曉正確答案 哇 好緊張 你的知識儲備 好 恭喜你 恭喜你 如果你是猜的 那我就給大家說一下 知識儲備 為什麼是這個 1939年的6月11號 日軍第六次轟炸重慶 梁天成和戰友們 相互配合升空 痛擊日擊 在激烈的交戰當中 他的坐機被擊中 墜落於福林附近 擊毀人亡 年僅26歲 梁天成 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 而其他三位也是 都是非常優秀的飛行員 他們犧牲的手都非常的年輕 請記住他們的名字 我覺得應該可以講 謝謝 好 那麼我們本週的明星學員 就是 青島妹子 一個青島妹子 居然是青島妹子 到這裡是重慶做客 當了最後的周冠軍 哎呀 你們幾個 是不是有一點 我們的周冠軍 我們重慶人的習慣 對 重慶人不 好客嗎 好 最後要聽我說 這個最後的獎品來了 亞裕將獲得由重慶 派樂精細陶瓷有限公司提供的 鏡面U系列氧化膏 陶瓷刀一套 好 送給爸爸 還有精美的養生壺 早起開門期間是柴米油鹽醬醋醋茶 精緻生活要從廚房開始 第一步當然是天治廚房神器 恭喜恭喜亞裕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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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謝謝大家 發表一下獲獎感言吧 那個我是我站起來 抖起來抖起來 抖起來 我抖起來沒機會了 我是真的沒有想到自己能不能得這個 然後真的謝謝大家 然後以後可以說自己是一個 極美貌與才華與一生的女子了 謝謝大家 你帮我忘了嗎 怎麼搞起來 怎麼搞起來 一路糞間作戰呢 這個隊友的配合要感謝一下她 好 那其他幾位學員呢 我們這個課堂晚上結束了 感言 這是感言是嗎 對 有什麼要感想 要寫一篇作文吧 不不不 老師我覺得如果要說感言的話 在各位學霸面前 我有一個更高級的一個東西 比感言更高級的 說 來聽聽 因為大家知道山茶花是我們重慶的世花 然後從來沒有人寫過詩給我 那麼在兩個月以前 我給自己寫了一首詩一共八句 這首詩是寫給我自己 寫給所有重慶的人 因為我覺得她很適合我們 對 我現在那給大家聽一下吧 好 山茶府 名字有點土 山茶府 山茶秋開戴春環 翹點龍東雪難掩 蘭魚百花蒸顏色 褪卻紅妝入玉碗 四野嬌柔多無力 傲姿不舒 眉菊藍 亮夜金星 塞洛陽 誰說只在山野間 哇 又是個才華很美了 醫生的 建設要說話了 為什麼突然說要介紹我說話了 我是覺得因為剛好 其實六七已經結束了嘛 這是我們這一區學員 從陌生變成朋友的一個一次旅行 那這也是我們第一次認識 這裡是重慶這檔欄目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愛自己的家鄉 每一個城市也因為這份愛變得厚重 這個城市變得厚重 但是我突然想到說 一份理智的愛它應該是有理有據的 既是熱愛它的光芒四射 也可以接受它的那些小小的不完美 和共同進步 我覺得這是這裡是重慶這檔欄目的 就是意義所在 我們既看到它一些 我們常常以見到的一些美好的重慶 但是我們更要就是挖掘更有趣的 以及還不夠好的 我們一起努力 我覺得是這個 太好了太好了 我這個班主席就不用多說話了 她已經幫我說完了 最後我們要來輕鬆一下 知道弘莉她是演員也是那個歌手 她今天穿得這麼漂亮 有份人來 來 我們來一首歌吧 我們在這 好 我們掌聲 張布朗先生寫的小城故事 好 阿諾多姿 尤其是這樣走過來的 音樂 音樂 好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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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不要起來 唱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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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